大家好,我们Design for Change所做出来的成品是校园定向越野 主要是把定向越野和校园介绍融合在一起 那,启发及解决的过程 我们发现传统的校园介绍叫学长界单向的介绍 是一个被动吸收的过程 而且听不到的几率很大 听完也有可能就会忘记 但是我们这次所改良的定向越野是一个互动的游戏 能够从中获取相关的学校历史及背景知识 还有教室位置 我们的组员有可勤和易竹 这是我们这次校园定向越野选出来的地点 除了认识教室位置外 也有选一些地点是有含一些历史意义的 那我们还多准备了一个彩蛋是 藏在校园里面的飞越罗高有几个 这是关卡的确切地点及位置 还有他们相对应的数字 还有他们相对应的数字 接下来是游戏介绍 我们第一部会发下导览卡及地图 还有打卡制 那导览卡的顺序也就是我们帮各组安排的闯关顺序 再来就是到指定地点找到打卡器 并在打卡纸上打动 还有阅读每个关卡的相对应的介绍 最后将所有地点打卡完 以及回答完题目卡上的问题 就算闯关成功 这个会是导览卡的内容 并且它会在闯关前发下 上面会标的是它的数字 就是到时候会对应在地图上的确切位置 那底下的中间的框就是题目 算是这个地点的一些小提示 这个是介绍卡 会放在各个定点的 他们找到这个地点之后 确切的一些介绍 可能会介绍 像是以德峰方来说 会介绍德峰方的三根石柱 分别代表的意思 或是一些本来的历史意义 艺术馆是为了介绍客人教室的位置 所以选择地点 那还有一部分就 原因是因为艺术馆 它结合了旧式与新世界书的融合 还有一些历史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地点 再来是自然馆 自然馆这个位置是结合了高中元素周期表的难度 来让国中生知道高中与国中之间课业程度的落差 透过解谜的小巧思 来让新生更了解高中 会选择游泳池那个地点 是因为在罗高游泳课是必修的 透过这个游戏 去告诉学弟妹一些 学长姐要传授给学弟妹的一些经验 再来是选择的地点是原生社 会选择原生社是因为一楼是班餐桶的地方 然后旁边是资源回收室以及垃圾厂 那再更过去一点会是厨余桶 算是学生每天需要过去的地方 接下来是教资馆 那会选择教资馆是因为 科任老师基本上都会在教资馆 那透过教资馆这一些问答 来让大家记得每一层楼是什么的办公室 然后让大家在找老师的时候可以更快速 然后是行政大楼 行政大楼的用意其实和教资馆差不多 就是透过问答然后让大家记住 就是行政大楼的几楼几楼是什么 类似教务处啊学务处这一种 再来这个是大咖指我们就会在每个地点 定点放上打卡器 然后就是拿打卡器去对上大咖指 然后打动 然后有一些像是location4 10跟11这些就是一些题目 然后到时候要把答案写在这个题目上面 那还有另一个背面 背面是我们从解说卡中去抓的一些题目出来用 因为要让大家记得就是每一个地点的介绍 并且认真的看完 所以我们选择出了一些题目让大家去回答 心得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会因为各式各样的小问题去做 要去做解决 那其实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像是地上越野的一些基础知识啊 或是更进一步的了解了校园的历史 那我们虽然现在这个计划只针对学校内部的新生 我们之后也希望可以调整游戏的难易度 扩展到全校师生都可以参与这个游戏 比起单方面的介绍 我们做出来的丁相语也是让大家可以去互动 对陌生的环境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虽然不是改变整个大环境 但是对于一个小小的改变 我们希望这种理念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谢谢大家